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在本周的疫情通报会上,与洛杉矶县卫生官员合作,为民众提供最新的疫情咨询。 本次的通报会有请到了洛杉矶县政委员会主席Huda Solis,以及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等来宾,为与会民众讲述洛县最新的疫情发展情况。 费雷尔在讲话中陈述了洛杉得到疫苗后新增病例持续回落的事实,但同时表示,如今的新增感染率和阳性率远还没有达到大爆发以前的水平,所以民众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否则疫情有可能反弹。 与此同时,对于民众所关心的疫苗分发不均匀以及疫苗预约系统管理混乱等问题,费雷尔也表示,如今的疫苗预约系统确实存在漏洞,但是洛杉矶政府也在积极地解决问题, 希望能给民众提供简单便利的疫苗接种信息,同时他也建议民众可以直接寻求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当地的疫苗接种站进行预约。 And honestly, many of the sites have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So I would just say this is not an easy system to navigate, and some of the solutions that the community groups have come up with I think are a lot better. 一是保证 如果你有健康医疗伺者 我们可以做得最简单 特别是所有国家的健康医院 和小小区医院 你只能够接受疫苗 在你身边的医院 你只能够接受疫苗 在你身边的医院 尤其是一般医院 你不能在网站上 你不能在网站上 你能够接受疫苗 在这些网站上 本次的疫情通报会 是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继续致力于服务 位于洛杉矶线的 少数族裔民众的一次行动 洛杉矶线作为全美疫情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使得获取疫情相关资讯 对洛杉矶线居民 显得尤为重要 而洛杉矶作为全美 拥有少数族裔群体 最多的地区之一 很难保证 每个族裔的民众 都获得第一手的资讯 EMS只致力于 消除这些信息的不对称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